大家好,又是我馮漢榮老師 接下來我會講一下電阻會受什麼影響 我們駁了一個燈膽完整電路 如果電阻越大,燈膽越暗 首先講,如果同一個物料,粗還是幼 我現在要電阻大 很明顯 電流走過的時候,粗的容易通過 幼的頂住,好像是一條隧道而已 很多人走 很多人走,隧道很粗、很大、很闊的 那條路闊便容易走 阻力便小 所以電阻大是幼的,圈住了 要走很長,很長的路,當然是阻力大 另外,同樣是普通電線 電阻落線,這個讀做電阻字 電阻落線 就是發熱線,當然是發熱線電阻大 以下的實驗,我們去試一下 是否真的對 好,來了 駁了 兩顆電 我們看看燈膽光暗 站住 OK 這裡 OK 本身這樣碰住,燈膽就亮了 因為完整電路一個圈 我們特意飛兩條線 飛兩個鉗出來,就鉗住 鉗住東西 鉗住物料去試 可以看到燈膽光暗 是不是 飛條線出來,這樣就完整電路一個圈 好,來了 我們首先 看看粗幼 試一下下面 這條是銅線 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最上這條啡啡色是銅線 銀色是電阻落線 刀是銀色 這個是右電阻落線 這個是粗電阻落線 證明 電阻大 就是越右電阻越大 越粗電阻越細 OK 接著我們 看銅線 銅線認住了 電阻小一點 燈膽應該光一點 銅線 你現場做應該清楚一點 這裏未必拍到的效果 銅線是光很多的 證明銅線的電阻小一點 電阻落線電阻大 接著長短了 長短要用右那條電阻落線 因為粗那條 發覺不是很明顯 我短一點 右電阻落線 短一點 嘩,好光哦 在這裡拖過來 電要走很長的路 看到嗎?越來越暗 這個很暗 我給我一個很光 你看右電阻落線 我夾一點點 好光哦 OK